苹果股价今年以来首次创下历史新高 也是自去年12月以来首个盘中新高记录 从今年4月低点累积上涨于20% 市值增加5000多亿美元 总市值重返3亿美元之上 图显投资人对苹果信心持续改善 但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包括微软、亚马逊、Alphabet、Meta 皆实现两位数的涨幅 而专注AI的晶片制造商挥达 更是飙升146% 市值一度超越苹果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势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今日结算价格为22067 加成今日在创新高 收盘站上22000大关卡之上 成交量缩小并沿着周线往上 贵买更是强势上涨 今日直接长红收在最高点 局限呈现多头排列 puts corretio为169.2 选择权位平仓21000 puts增加2275口 最大位平仓为200000 puts 而22700口增加1157口 但最大位平仓为22000口 由于刚开仓 可以留意后续选择权的变化 昨日航运肋骨弱势 看到肋骨分布 航运依旧持续弱势 值得注意台积电 今日赚上900 创下历史新高 带动加权强势上涨 目前行情对于做空依旧不友善 投资人要注意趋势的方向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6月30日前 每满台股300万元台币 每股3万元美金 请喝全家Let's Cafe一杯 最多20杯 成功开率台股 或台股加每股付委托账户 送666元手续费折底金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